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31日 这是今天最后一场读报点击节目 给大家谈的有这么几篇文章 非常有代表性 一个是中原写的,非常好 讲了什么呢?李克强副高中的七个病剧 我们知道你写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懂语法,对吧? 读语为语 这个,等等吧 总之你要写的比较通顺,对吧? 你不能讲的前无颠倒 尤其是不能缺的主语啊 这个中原就研究这个李克强副高 就发现12月27号8点 这个公布了李克强死讯之后 10个小时后就这个副高 就看上去很普通不长的副高里 他仔细推销发现有7个明显的病剧 这都中学生的事,对吧? 中学你写完了,老师写到黑板上 造劲,作文,老师就开始改了 是吧?主语,怎么没有主语啊? 是吧?就开始分析 这个当年学习这个东西全都要下功夫 这不去讲的 就是他发现这里存在的 这个透露出中共当局的某些密码 通过这个事,他就推测 我认为他推测挺准确的 他说中共发布的副高大部分是套话 最蹊跷是李克强担任中共总理后的描述 出现了7个明显的病句子 句子里缺少了诸语 这挺不意思的啊,大家都没怎么太认真看 说副高奖呢,2013年3月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被任命国务院总理 那就是李克强呢,他同院启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这句话,此后就是对他担任总理的评价 副高接着写道 面对错重复杂的国内面形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位核心的党中央建签领导下 坚持稳重囚禁工作总基调 保持战略定力 着力完善宏观调控 加快星际五 动能力转换他 你讲这些话都是套话 哇,吹牛皮 这一看就是习近平喜欢的 小学生欺骗的这种词句 是吧,国子大人 方格话 就是忽悠人 我们那年代我自己了解了 没有文化的人都愿意在自己的文章里 罗列一些别人看不懂 大名词 吓唬别人 证明自己有学问 恰恰说明是没有文化 就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毛病 就想能够这些文章里有的东西 别人看不懂 只有咱们看懂 别人一念就错 只有咱能念对 哎呀,了不得 尤其是破话 这个东西这个词真厉害 是吧 这篇文章讲 懂些中文语法的人就看出来了 这个长句子里缺乏的诸语 说在以习近平都认为 核心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是一个状语 习近平并不是诸语 按照正常的语法和语义 就前后的逻辑 你看顺顺看 应该接着写 李克强坚持文中求进 工作总计票 对吧 偷换了诸语 和诸语诊调 然而呢 李克强被忽略了 直接就是坚持文中求进 工作总计票等等 说中共必须先说 在习近平领导下 接着说李克强做了事了 但是没有李克强 这个句子里没有了诸语 事故不确定 这些事李克强做的 倒可能是习近平做的 这个草稿中应该有李克强做主意 即使秘书笔 秘书组的审导也会发现 因为习近平再没有文化 他毕竟是秘书组这些人 可是正牌打鞋子 你看他没有文化 他用那个李书林的打文号 那比咱们文笔好多了 是吧 人家出版书记 那绝对是满腹精准的 一度学问是吧 但是这种人 只要是为了统治者服 就像那个郭沫若一样 立刻就完蛋了 郭沫若晚年不都是 粉碎私人吧 是吧 写的首诗 是吧 这个英名名称 华主席一起去粉碎私人吧 那哪叫诗 叫孙口 喊口号 那就证明 你有学问 只要为了这些 这个党魁们服务的话 那你这个挂的脊梁鼓 你文采就没有了 你看郭沫若年轻的时候 粉碎运动那时候写的诗 天上的结诗 就是哪写的漂亮 你们看一看是吧 但是你看他一旦当了锅就完了 那当然他有些文章还是很好的 假身三百年纪 那当然他有秘书班的在写 就是修改修改 人到了那个位置说 我心里话下会很臭脚的人一起说 抄写的打字的有的是 不过那时候没有印的有 到刚刚现在这么方便 刚刚现在他口述就行了 我要讲的什么就是 中原看出这个 就西语宾这个稿当中 一定是秘书写起草完了 最后一次深刻应该是西语宾 我估计是这样程序 一般这种文章写完以后 就是李树里这样的人在写 这么重要那一定是李树里亲自操刀 在写 写完了以后呢 就菜鸟要看 对不对 这第一罐菜鸟要看 在中半 最后一次在西语宾 那西语宾那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目三行 因为他是日理万机 他这个人最大特点没本事 什么事都不放心 眼高手低 他认为有这种人就说 他总认为只要他这个事儿定了 就是正确的 别人都是不对的 所以他就不放心 能看着 而他恰恰是文字方面 就是个小学生水平 这么讲嘛 就地能 所以他一定是这个文章 最后的审稿是他 而又都很忙 他又特别忙 日理万机啊 他可能就把那些猪语却删掉了 因为他特发李克强 对吧 因为他能力援引比不上李克强 李克强最起码打些名牌毕业 他是工兵学员对吧 李克强呢 英语咔咔的 他是一句不同意 就是恨 对不对 李克强呢 是李以宁的学生 他是什么 你看他读大学的时候 读化学是吧 在清华大学 结果他研究上 他论文是什么 别人带写的 他可真是 我认为就是 我太了解他这个 最差的党字幕数据水平了 就大米包 我们叫大米包 就是就是这个草包 就没什么能力啊 但是 就特别会就来事 给那党字幕书记轰毫了 然后上了大学啊 我们班也有这种人 就是我们 就是聊大呀 在我们上一期 就是工农民学员了 大家都瞧不起 那批人基本都是这样的哈 那么 这里边就讲了 举了弱干的例子 我不去重复了 他就讲的诸语没有 确实是这样哈 那就李克强这个 或者这个 习近平的秘书班的 肯定是 李树里亲自走到 下面可能五六个人 一起写 写完了以后 最后一遍 就给他菜脚 菜脚都看了以后 在这个习近平 或许是差一点 或者习近平觉得 删改了 进行删改 因为删改水平太低了 他最烦的 就是李克强的词儿 说不光是这一次没有诸语 你看以前政府工作报告 只要李克强做完报告讨论的时候 李克强就是习近平这些嫡系 贴杆嫡系 除了陈鸣儿之外 其他都不提李克强 就政府工作报告 怎么怎么 就好像政府报告没有主语 应该是李克强做的政府报告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讨论 哪怕你装甲 也得有一个这个前因后果 是吧 他全都不讲 你发发现 发现他们这人呢 就对于习近平的 这个就是这种崇拜 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 这反过来讲是西云心胸狭窄 引到了那个像真别人那么小的 无论如何不能替别人 也替我 特别霸道这种啊 他又给他这些小兄弟都哄好了 你只要是忠心对我好 你什么事都是对的 这就培养这么一批人 是吧 所以他这个分析是对的 他说 草稿中呢 这个 有李克强做主语 即使秘书有笔物 秘书中申稿会发现 很可能是最后的申稿人删掉了那个墙 那最后的申稿就他自己了 对不对 说副高中有宗办秘书起草 他宗办有写作所 就任何的会议都有临时抽调的所谓打手笔 就直楼了 有的事也要搞大材料的 我老江最早也是搞材料的 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传宝 就是我给他写这材料 我属于那个 就那个小圈子的姚文元 张春桥那时候 闲着想着公共产党洗脑洗 是吧 咱们都是知道那个事 还是没有文化 然后他每次写稿之前都告诉我 你比咱们多搞上一点大名词 现在土话就是多给咱放一点 就别人看不懂的大名词 比如说红旗交票战国桥 尔明考尔聪明教 他最喜欢这词 就放在前面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现在想起来这是滑稽可笑 那么他就讲了这个过程 他猜测 他推测 处告先由宗办秘书起扫 内部审核以后 应叫中宣部部长李书林审核 像这么重要 很可能他都亲自写 说他不会发现不了病局 也不会轻易删斗李克强 最后删斗李克强呢 还能决定不再反顾润色 大概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蔡奇 一个是欣平 对 他这个判断是非常 是完全听不到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看出问题来了 是吧 你就是习近平烦这个李克强 恨到什么程度 恨到咬牙切伏之痛 这就佐证了什么 就这次他到南非去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合作很多年 就互相动 还有一个就是他在 离京这个期间 一定发生了一场就是 反习式的将拥戴李克强 想东山再起 取代他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你死我活动的 确实你想李克强如果上的话 想蔡奇这就再抓钱 对不对 李树里这些都是 都是腐败分子 尤其是陈希 我的钱 我估计钱没少花了 你组织部部长 我是知道 你要能收钱的话 你就收 卡车拿都拿不完的钱 是不是 想当过来一块 就是几十万 往里冷 没少贪 我估计 我不相信他便捷 那么这些人为了保住自己位置 肯定都拼了 你想想 一定对李核强恨的 是牙指牙指 这是一篇文章 今天另一篇文章 一看 会看闹光闹闹瓜的 问一声 就像回到毛泽东的年代 你看 《疯狂》网站发表消息 石家庄 拍摄了国营社区大食堂 完了 就以中国完全变了 推到毛泽东时代 你看石家庄 搞了一个典型 叫国营社区大食堂 市营业是一天 迎来了两万人吃饭 这很有意思 他说 10月30号 位于石家庄 烟西小区的国营 家家会社区大食堂 正式开业 他说 科具回旧特色 你看他也知道 就是计划经济年代 我就一个食堂 没有没有餐厅啊 只有小很少量 那就是县城里有酒 馆子就瞎馆子 一般都瞎不起啊 那穷人家呢 在这馆子门前转半天 爬不离开了 都不敢进去 你看我的回忆 我的当年 我妈妈终生没进过餐馆 永远都这样 什么时候她长大了 有点钱 咱们 你带妈妈呢 瞎一顿馆子 我就是受高兴了 我妈妈到死 从来没到餐厅吃饭 这一生真的 从来没吃饱过 直到她之后 就是这个80年代 就我在大学期间 第二年 我妈妈踏上不归路 就因为太贫穷了 再加上患病 就是我现在记忆犹新了 所以这个年代又来了 你就想那个70年代 我不想想 74年到78年 考大学 我在离开农村 就74年75年 76年77年 就这段时间 那四年 我曾经结交了一个 就是那个 这个作家 就是刘元菊 刘元菊 那是普兰殿镇建筑公司的工人 工人很有工资 是吧 我也经常到她那些混饭吃 还有那个江峰 江峰是公社的报道员 他有工资 他在他家住 你想在那年代 我还到那个就是普兰殿镇里 有那个 那时候叫普兰殿 现在叫普兰殿市 那里就有那个就是 我进去过餐馆 就一两个餐馆 有一个老乡 特别好 就和我俩偶然认识以后啊 他是就是催水人 只要我去一趴窗啊 他就是 照顺着让我进去 我盛一碗就是透一碗 就是那个 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啊 就是那个大米饭和什么东西一碗 整点白菜豆腐倒里 哎呀我那三秒钟就吃完了 幸福都不得了 所以每到普兰殿 我就去找他 那个兄弟特别好 我就赶快给我一碗啊 我还上上刘苑局家糊涂饭吃 他对我挺好 他妈妈特别好啊 我记得他妈妈 他给我做那个莲子鱼 就是那个那个 普兰殿的合链 一流合链的那个莲子鱼鱼 刘苑局后来成为大作家 他考试没考上大学漏 后来自己自己奋斗成为作家了 到鸭鲁江当 杂志当总链了 那他挺超猛的挺烈的 那现在那朗朗那不太邪的 那个西部生命 他写老的树啊 那兄弟也是穷苦家的出身 还有高满堂他家为弃过 那穷得不得了他妈 他和他个叫高树堂他俩啊 当年也是穷光的 是吧 那也生活也很苦啊 他家住了 然后洞边旁边那个侧 这个洞边那个后边的侧门 我记清楚楚 那时候我还和刘苑局高满堂 我们三个人一块写个稿件啊 想偷给大脸日报 写完之前 想找个大树笔帮修改修改 那时候这个马云祥是 是这个辽阳明省新京县呢 一个公社的报道员 在那个大脸日报经常看那个小说 我们崇拜的不得了 我们三个人呢 舍不得做工其实没有钱 有 五毛钱的都没有 咱走着走 走一战地啊 去去找那个马云祥啊 那时候毕福建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人民公社 当学生都是队员 学生都是队员 你想有意思 我们三个去找这个马云祥 请他修改 马云祥你见我们的稿件 我们写的稿件 抄写的啊 高满堂自写的好啊 就我自写的不好 我们写一篇散文 一块修改又朗读啊 就觉得我们要发表 就立刻就成名了 现在想起来就特别幼稚 你马云祥 那个你看我们这几个人的鼻子 从鼻子里上 我记得太清楚 你不先问高满堂和刘远局 我们可别机会了呢 后来这几个人 高满堂和刘远局真是成名了 就拿门好了 现在辽宁神们绝对有名 高满堂电视剧转起来 我成为反革命了 是吧 就马云祥现在我估计不一定在了 那个人当年就很有名了 还有个叫沙震场也是小说家 对不对 这个我不许多讲了 当然那当年那个最有名是邓港了 邓港也是我一个好兄弟啊 那人特别特别淳朴啊 这就给你扯远了 我就讲到大食堂 那时候可不是 就没有地方吃饭 你只能到那个公社食堂 你表现好有饭吃 不要不好没有饭吃 所以现在习近平啊 就是大食堂 我告诉你们啊 他就为了控制人的思想 通过这个事情 你可以看出 李克强死了以后 就改革开放年代彻底终结了 从现在开始 没有最坏 只能更坏 你们记住 如果就肯定有餐馆都没有 全摸手我猜猜 四次我猜猜没有了 一点变成啊 一个设计就一个大食堂 你歌颂习近平 习近平的人说了 你歌颂习近平有饭吃 表现好了 你不歌颂习近平没有饭吃 你说哪吃饭 没有亂吃饭 那时候就是这样 是不是啊 你签点就这么一个大食堂 你要补却劳动的话 早期晚归挣公分 来饭吃 太可怕了 我就跟你讲 中国最黑暗的年代来了 你看他今天在这 形容了这个大食堂 多么好 大食堂由石家庄 投资集团所属的 食粮集团建设 一定是国营企业 这次刚开始护佣你 对吧 等一点的开始 什么 就是国家的 这个参堂圣诞兵吃 像为主一样 孩子对你拿个碗 天地组织学习洗脑 你不好好学习 好学习用锡字一样 对不起 等别人吃完了 你整个菜堂 是不是啊 要不就你饿肚子 吓死人了 我看着这个以后 不含耳力 我从那年代经历出来 我不知道吗 饿得点 你不知道 咱天天四点钟 就上山上去干活了 劳动啊 秀鸡铁 你说那咱们是炮子公社啊 你不去问问刘元局 高门他 高门他是沙包的 高门是挖挖公社的 对 刘元局是普兰电阵的 你你我讲的 没有一句讲话 你问这都是文人 我都不愿讲 因为到晚年了 我再不讲 没有机会了啊 过几年我就死了 真的 这也是秘密的 因为他成功了以后 他肯定不愿叫别人讲的 过去那些不好的事 这都属于不好的事 是吧 你想想那个时候 我去见刘元局的时候 刘元局在这 火水泥啊 他给 叫小工 因为那盖房呢 扔转扔瓦 他就 他在干这个东西啊 你看我 我走哪有钱 我说呢 总是劳动资云跑出来走啊 走 三个小时才能到他那地方 哎呀 整点饭吃 是吧 他立过到那个 他工厂的便宜用食堂 撑点饭吃 哎呀 那幸福都不得了 还有个胳膊叫刘宇的啊 也是个作家啊 是吧 那个年代 哎 我一看这个吓死我了 完了 中国完了 我一点没想到 在我的晚年啊 我就能看到了中国在 一个跟头回到 罗华大学的一个 这还在过渡啊 就等于你的私有财产很快就没有了 我告诉你 刚开始他在户有什么的 我这里呢 有20张放索 里边的饭菜是多么便宜 你看这里讲的啊 说是竟然有这个 还有照片给他看看啊 你看大师堂门前 你看 老百姓排队 你说你要表现不好 你纵称习近平哪有饭吃 你就看这 你就知道 人肯定一个党子不熟悉看了 这个是吧 纵称习近平的 假装纵称习近平 你不纵称 对不起 你等着吧 是不是啊 你看他这里讲啊 说这里的饭菜便宜到什么程度 2块叫做15块钱 这都胡扯 这是刚开始 诱骗你啊 把私有财产都交了 交给国家都没收了 然后全集中到这一个食堂里 有 马上脸就散了 我就跟你讲 很快就完了啊 这时候就比特钱了 如果你爸你妈死什么 这大食堂的制度数据 那你行 你每天多吃多蘸 你想占女孩的便宜 就控制粮食就行 有女孩饿量 那你干就和你干嘛 你党支部数据不就干这个 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 用这种诱骗 逼迫支持青年 维神于他 在那个年代 我看得太多太多了 我不多讲 你们 因为满堂和刘云局在墙内 他不敢讲 他心里明明白白的 我今天讲 多少给你们透露的事情 他们最了解 但他们不敢讲 不敢讲是吧 或者讲他们也属于 就立即谈到这个议员了 给官长捧点抽脚 饭吃好了 都百万千万 像高满堂 都有一万方 那肯定人不可能 人就淡忘这个苦难的过去 我是没忘啊 那再给大家简单讲一个就是 另一个题 这个文章 看中国网站 看这个文章 讲到什么 黑非洲的学生 说是 欢迎来中国 白痴白河白嫖 黑人留学生流言热传 大家讲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 中共给黑人留学生超国民待遇 众所说是山东大学 给留学生配备女伴的消息 在网上不断 近日一则 疑似山东大学 一名黑人留学生的帖子 王爷在中国 白痴白河 白嫖在网上热议 就网民看了 这什么气 可不是 你现在要上大学 你都在家里拿钱 是吧 吃住的自己花钱 一批庞大的开销 中国老百姓啊 就卑微嘛 都把希望寄责在孩子身上 是吧 望死成龙啊 钱就往里擦 但是你看这黑微中 到中国来以后 过了什么生活 你看他这文章讲的 会吓一跳 他说 这社交媒体上 记录10月30号 来自上海的网名叫 书名叫忘忧学 5月21号发帖 他说呢 疑似黑人 那位学生发帖 他说图 截图显示 一个标识相片 对黑人 年轻的小伙的头像 叫山东 留学生说 欢迎来中国 白痴白河白嫖 因为 你只要在黑州 黑非州来啊 你就可以有这个 学伴儿子 就你来的 就可以配备你爸 说短短五年近 艾滋病增长了 百分子二十九点五点二 如此高的艾滋病比例 也就连计院都不能达到 这也是山东大学 降低四十份录取线 既不到本地生的原因了 他为什么山东搞这个名堂 这习近平下的支持 就离干截干 对不对 因为他想霸击习近平 他知道习近平 就想忽悠非洲 因为在国际舞台上 做个特别孤立 这些能在都数的非洲的孩子 都是利益集团的 都是他们贿赂 一代一代 贿赂那些国家的政要的孩子 和那女儿 所以通过控制她的孩子 给优惠政策 给钱给物 贿赂他们 控制他们的国家 这是一个国家战略 我又给人往里砸钱 你看他讲的啊 他说 新民晚报 18年7月4日 11号报道 一个留学生配备三个学伴 学伴以女性为主 三中大学留学学伴制度 引起了争议 2018年三中大学 学伴制度改革 升级为一个留学生三个学伴 引发了网民的热议啊 他为什么讲些学伴 他就 他是这样啊 就是告诉这个学生啊 那黑非洲来的都是小鱼总 虽然有是英文 但是那个黑非洲呢 路路很多 鱼总很难学 包括小小孩 小女孩呢 上大学 老人学英文 是吧 学什么什么语 我不太知道 我也没学过黑非洲啊 肯定各种语 你学学就饭吃 你为什么这小鱼总难学 国家需要 另外啊 黑非洲身体强壮啊 大家都知道 有些女性 你别看挺羞怯 是不是啊 在那一方面 有一些需求也是很 很执着的 你黑非洲呢 那个男的新功能 生活中过男的十倍 就一百倍 干嘛天天在干 是不是啊 我呢听到好多人 我当记者 就什么事没接触过 就整天就见着这些人 描述都不能在这公平台讲 讲都能吓死你啊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有特别特别的优媚的 就特别能战斗 藏手能战斗着走 就真是离不开他了 只要跟他整完了以后 就有些女人都爱胎的死去活来 你别让表面呢 撞的 写这个时候 是吧 年轻时代大家都一样 男都一样 特别的主动的 黑非洲这样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本人认为啊 再加上一带一路 主要是国家战斗 咋钱呢 你看这里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山东大学 每一个非洲艾滋兵 每一年成功给最低捕捉 就是5.92万到9.98万 最高20万到30万 然后一个非非洲流氓兵 他说25个志愿者为他服务 什么流氓学系啊 这些骂人 他说该男子还说呢 山东大学的女学生自己自述 他们三个月陪过非 非洲人的全部都打台 因为他们特别主动 我在想功能好 是吧 时间长的刺激 所以给整个这些女学生 很多人都是 都是比较这个 这个着迷啊 我那时候你想做记者到处采访 你哪 哪天不听这些事 就是这些 黄断的 你不知道真的假的 到那现场去看 是不是啊 山东大学的女生 自述啊 要不要你加我的微信 我把我全部 就是 贴给你 就签给你 有脸 有照片 全部都有的啊 这里就引用了一些 一些证据材料 这不是我在这讲的啊 我只是给你稍微 这是网上有的 这是网上有的 不是我的造谣啊 这是中共的一个想象大类 国家战略啊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生活很滋润 一名非洲女学生拿了中国的全核奖学金 免除学费 每个月还可以到2500人的生活费 就是还有一些属于女学生 女生他一样 他也男伴的很简单 男女都一样啊 他用积赞下来的钱 去了世界17个国家旅游 还有来自群群国家的黑人留学生 他们在浙江大学上学 他每个月消费18000元 也有学生要求每一个家庭 都任联一个黑人留学生回家 有网民嘲讳 政府这是无为不适 因为他就黑人 非洲留学生 黑非洲留学生 都把老师都拿下水 我就跟你讲 老师都有年龄大 大老店都跟他跑 你看那网上都有很多啊 所以他这个 他也是对应 就人性的弱点 对应了这个负败 其实是一种负败 国家负败啊 就通过这个方式 控制非洲这个国家 然后在新疆监察人权 一旦你谴责人 在联合都通过不了 为什么小儿胡想到 哎呀 中国西方的对国太好了 好得无意不知 可不是好吧 有吃有喝有玩有乐 还有女朋友那是不好 是不是 所以投票的时候肯定 就举个首门 所以你永远你干 干不过的 所以习近平这一带一路干这么多年 把非洲几乎全干倒了 都是政要的孩子 你包括斯里兰卡破产了 你看那个报道讲 斯里兰卡的政要总统 就是汇油的 是吧 全都到自己手里 国家破产 国家穷的 就自己富的不得了 想让谁也 谁不愿到中国来耍 是吧 在重庆话就玩一玩要耍是吧 咱们都经过青年时代 不都这样吗 每个人都说 社交的活跃 欲望也也冲 只是咱那个年代愚昧 咱不懂 真的 因为咱冒动的时代都会 咱根本都不懂 咱要懂的时候 应该在那年代 像咱那个当时那个身体状态 等不好 肯定的好几个书生子 是吧 就是只是不懂 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啊 在那个年代 现在想一想 真是 这个稀罗糊涂过了一辈子 是吧 到晚年才看着 夕阳竟然看完以后再知道 这个可惜是 风光不在 是吧 老天人 是吧 就是凄凉 这是我给你们调侃 调侃 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学生 为什么解释这么高的待遇 就是一种国家战略 他这里讲到是 中国非洲商会 今年4月14号 说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报销 都有不少来自非洲地区的黑人留学生 一带一路老了 老了国家了 说为了吸引黑人留学的到来 国家财政部 各地为他们准备了60万元的留学物体 你一个人给60万 你看国家的钱就往里砸啊 通过这样的方式 吸引了10万 非洲大学生来花学 他这一来以后 就控制这些国家了 对不对 这些黑不留学的国家 习近平就牛 我说要非常高一点 以后和美国抗衡 因为美国加拿大这些 这典型其他国家 很难拉拢 拉拢 就拉拢这样的地方 是吧 这些黑非洲贫穷的地方 通过这样的方式 一共是有10万学生 文章 进一步指出 中国对非洲留学生 一直是非常热情的大方 这些留学生后来呢 不仅可获得半学纪的变化 同时每年还能从相关公司 领取一笔丰厚的经济补贴 据内行人透露 每一个人领取的留学补贴 总额大概在60万左右 你就想这个多少钱 下次来了 那么这篇文章就对这个事 进行了一个批评 最后得出结论 他说中国教育部近三年 耗费近百亿公款的民职民劳 资助外国留学生 然而中国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 却向今建筹 民间舆论批留学生靠国民待遇 中共十八大以来贯彻一带一路政策 激引大量亚洲国家 发展中国来中国学习 报道说2017年一篇文章 提令老外不用考清华 不用考试上清华 十年寒闯 误入一指国际 他说清华行政 让中国考生欲破无力的文章疯传 就是文中反映了中国学生千辛万苦 向考进清华大学 却遭受不平凡的对待 同年一个国家两种宿舍访谈 纪录片疯传 揭露了对待中外学生的天 长地 你去想 谁也没有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习近平不行 撞 他用家拿枪 黄晓鸥拿着枪 拿手铐了是吧 搞一些中国就是这个状态了 谁也没有办 实在是我跟你讲太可怕了 尤其是大食堂 你看等食堂建了以后 你我把话放了放 那个若干年就没有我老讲了 你们回头看一看吧 我办的节目快六年多了 你看有好多的事情 当初预测分析度 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了 包括习近平这次 搞这些名堂 是吧 搞李克强的名堂 我早就想要整李克强 对吧 你不用往前看 先整李克强 李克强我讲了好几年 所以呢 这样讲吧 中国现在目前这个形势 确实是黑暗 你们要做好充分时间准备 不李克强事 将是什么 将是一个更加没有希望的 倒退的年代已经来临了 谢谢 再见